我跟你講 如果你真的信任我 然後你又這麼不想開刀 等到外科醫師來看的時候 你要堅決跟他表達說 我絕對不開刀 那個外科希亞來看的時候 他就跟他講說 我絕對不要開刀 我全家都反對我開刀 你就是要選擇殺 說到這裡 我才知道 我們這一集做的重點是哪 對 原來是有這個問題 我剛剛想問他 如果是碰到這個問題 你要用病人怎麼決定 到底要稍微 還有 看完這一集以後 如果我去看病 那個醫生如果跟我講 崔曉姐 你需要轉診 我就要看著他 你是不是跟那個枕有掛鉤 不是啦 那其實就是一些 部分就是 有些時候就是會有一些 在以前啦 現在比較沒有這種估計 我這邊就要提供一個case 是也給大家做個借鏡 像我們之前就有說過 有一個老人家 他是糖尿病 高血壓 然後也有在洗腎 然後這種老人家 如果合併有那個 就是有一點傷口在嚼 通常都是香港嚼 然後抓抓抓 有可能那個傷口 就變成一個感染源 然後進來之後 就會有一個很爛的嚼 然後可是因為平常的 內科疾病實在太多了 所以來就是一個很嚴重的敗血症 那這樣子來的 到底要收內科還是收外科呢 那內外科的醫師都去看了 那外科醫師當然就講說 你這個看起來就是敗血症 跟要洗腎這個 內科的問題這麼多 又不是這個爛腳而已 這爛腳根本不是重點啦 所以應該要收內科 把這個狀況控制下來 可是內科醫師來看就是說 那個爛腳是感染源啊 你外科要快點清創啊 怎麼有可能放著 不管先丟給我們 那為什麼大家會有這樣的爭執 就是因為這病人看起來擺在那邊 我們老師有說過一句話 這洗腎的病人 就是連站在那個窗口看著風景 都會突然剃起來死掉就對了 所以它是一個風險 非常非常高的一個危險群 所以大家都很怕 這個病人來年紀大 狀況又多會死在自己手裡 所以兩科的醫生 大概就是有點互推的狀況 那當然這個病人一定會收 但收了以後誰是主科 誰要負責 那個這個就會有差別了 所以到時候大家就知道 比啊 比看誰的背景比較強 我說內外科的醫師啊 大家要各自請各自的主任出來 協調這件事情 結果那個時候 運氣很好是外科請來的 不是外科主任而已 他是外科的副院長 所以副院長就出來講說 啊那真的就很簡單 那科收個主科 我們外科每天來照顧嘛 要清創的時候再清創 所以這件事到做是這樣 也滿解決的 但是我想跟民眾講說 就是一般來講 這種高風險的case 其實 醫生碰到了也很怕你死掉啦 然後也很怕家屬會怪我們 但是我們都會很希望 能夠盡百分之百的利 所以有的時候生死有命 也希望大家能夠體諒我們的極限 我建議所有的病人 你要謝謝 最後一個願意生女的醫療團隊 因為永遠他真的是在收尾 還有我們醫療團隊當中 雖然內外科剛剛有點小草 但是其實我們真的 We are family 內外一起幫忙 而且最重要 現在真正的團隊 還包含一個最重要的人 就是病人本身 因為我們的治療 其實現在醫療都很開放了 其實病人的配合度 甚至家屬的關心程度 恐怕會讓你的治療成果 達到更好 所以大家應該一起參與 是 所以醫師當然總是從心 把病患治好 不論是內科啦 或保守治療 或是外科的 積極開刀 有疑問不妨求助第三方諮詢 才能真正達到完善的溝通 祝大家身體健康 謝謝 觀眾朋友有沒有運動的習慣呢 其實運動有很多好處 除了可以促進新陳代謝 增強免疫力以外 也可以減緩你大腦的退化喔 在美國有一個醫學研究 發現老人家每天走不到400公尺 他罹患失智症的風險 比每天走3公里以上的老人家 多了77%喔 其實運動很簡單 不需要很多的設備 健走就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可是就是要有堅持 最少一個禮拜要走3次 每次要走45分鐘 我們可以選擇上下班的時間 慢慢的走 慢慢的選擇不同的路線 觀察旁邊的一些周遭的景致 這樣子邊運動 也可以邊讓大腦延緩退化 台灣人愛吃保健食品 其中以維生素C為大中 很多人認為維生素C補充過多 會從尿液排出 但是每日攝取高激量的維他命C 會造成腎結石的風險 主要是維生素C高激量的時候 會代謝成草酸 草酸會增加草酸鈣的結石 維生素C最安全還是從天然食物中攝取 一顆中型的巴熱就可以滿足您一天維生素C之需求 如果你在感冒期間特別需要修復的時候 可攝取奇異果 柑橘類草莓綠橄欖等補充你一天之所需